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由于外资企业撤离中国 加工产业转移到东南亚和密西哥 深圳和华区周围都是无家可归的打工人 他们无钱住宿 只好露宿街头 中国经济疲怨 网络直播再次成为热义话题 官方首次宣布要将网络主播增列成为新职业 网友嘲讽说 这下当局就解决了就业问题了 在毕业季前职 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公司移增19个新职业 除了增加生物工程技术人员等科技工种外 备受触目的是网络主播都客言在列 有网友表示 如果网络主播都算职业的话 中国就业率就可以稳定在100% 还有网友联想到 此前中共认定 一周工作一小时就算就业的规定 这样对于网络主播来说 每个星期开一个小时就算是就业了 自从网络平台兴起之后 大家看到这么多的网红主播 只要跟粉丝聊聊天唱歌 就可以日进斗金 都很羡慕 做主播没有门槛 不需要学力 一架手机加上支架 就开工作上纲 都没有任何时间限制 因此大量民众一窝蜂地做起了网络主播 普通人一夜爆红的例子 屡见不鲜 两个月前 25岁的国友才靠着自己的歌声一直爆红 就是一个草紧逆集成功的范例 五月中旬 一身服古装版的国友才疏着由头 触着胡桑 在荒废已久的山东河宅南站前面直播 翻唱90年代华语歌曲乐言 没想到短短10天 抖音的粉丝就突破1000万人 最高每日收入超过人民币380万元 国友才唱歌虽然没什么技巧 但就充满感情 一下子就可以督众人的内心 令人感受到大陆底层百姓的挣扎和无奈 有人说他走红是因为他真实、自然、执扑 不过有分子敬畏 国友才爆红的背后是抖音平台在推动 他的成功是不可复制的 何宅南站 建于1978年 但早在十几年前就已经停运 暂时广场在夜晚七黑一片 人迹刊字 国友才直播带红了何宅南站 全国主播由四面白方蜂拥而至 各路网红都集堆上场 根据官方数据 何宅南站在当时每日接待旅客超过40万人次 他的故事是一个典型的草根液集的故事 1999年国友才出身是一个普通的农村家庭 在他十岁那年 妈妈离世为这个家庭带来了沉重的打击 由于家庭贫困 他不得不在13岁那年绝学 搭入社会 开始了艰辛的打工生涯 他曾经在电车修理店做过学徒 都在世育中心担任过前台服务人员 中租过房产销售员 20岁的时候他认识了女友蘇洋 当时他几乎一瓶如洗 但蘇洋的家人并没有嫌弃他 红之前他日头就在宅南站直播唱歌 晚上就跟女朋友拜他卖烧烤 虽然辛苦 但两个人并没有因为生活而抱怨过一句 国有财爆红之后 扎河市政府反应迅速 即刻对荒废多年的南站进行改造升级 连夜修整了通往广场的路面 还派出了三辆转播车服务 希望他可以带活地方民旅经济 不过这股直播热潮很快就被叫停 在微博上 必须割掉危害孩子的者火 全民网红毒瘤的话题登上热手 河宅官方不得不发公告禁止民愿活动 国有财除后宣布停播 国有财先走红了10天 却已经赚到绝大多数人一世都无法企及的财富 国有财的走红看似突然 他的背后其实有内在逻辑 除了有运气的因素之外 平台作为幕后推手 可以说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 平台为他推送进行大量曝光 加上自媒体和各路网红跟风 完成了这一场流量狂欢 平台为何热冲于打造网红 分析人士认为 平台需要借助这些网红吸引更多用户 同时平台和主播之间有抽成比例 主播打赏变现越多 平台获利都更加大 在国有财之前 开封王婆一炮而红 成为今年第一位红出圈的网红 他的平台帐号十一帐份超过四百万 王婆雪梅节目水涨船高 连带河南开封都脱泳而出 成为新进的旅游业满城市 平台虽然能快速打造网红 但这些网红往往转瞬即逝 眨眼间就消失在互联网浪潮之中 截至去年12月 中国传播短影片账号达到15.5亿个 有108万人将直播当成是主页 调查显示 其中95%的人月收入不够5000元 月入10万以上的占0.4% 也就是说98%的主播连温饱都成问题 中国经济持续恶化 很多人找不到工作 越是去图书馆办上班 就连繁华的深圳最近都出现这种现象 网传在龙华区洪山的深圳图书馆 即使是工作日 管内都是坐满了人 而年轻人居多 很多年轻人带着一部电脑 有些传视频 有些看影片 有些抱着头在睡觉 图书馆成为了这些失业者暂时的避风港 图书馆的卓尔成为了他们的临时办公室 他们认真地瀏覽着招聘网站 精心修改住自己的简历 不放过任何一个可能的工作机会 表面看似平静 其实大家内心有着心心的焦虑 一位网友说自己本科是在武汉大学读的 自从上一份工作被财至今 有四个多月了 但他每天都去图书馆那里办上班 这家网上有一种说法 说我们是这个城市里的心情流浪汗 这种说法中狠一针见血 我们在群聊当中找过和我一样状态的人 他们和我分享过攻略 说比起去商场 连锁店 社区图书馆对失业人士更友好 既不用叫食物又有免费的冷气 插座 网络 最重要的一点是 在图书馆里面都挺体面 因为好像我们这种人 肯定是要先考虑如何等自己活下来 再去学习 提升自己 然后重新出发 工业重振深圳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经济和社会挑战 深圳和华区周围都是无家可归的露宿街头者 这种露宿者和美国的无家可归者不同 他们既不是走鬼 都不是乞业 但多数是勤劳的打工人 他们没有钱住旅馆 只可以在街头打地铺份长凳 深圳的失业率飙升 中国官方公布的数字显示 深圳今年第一季新登记失业居民同比增加40% 值得注意的是 新增登记失业人数不包括以前已登记的失业人员 很多被裁员者并没有被记录或报告 因此官方公布的失业人数可能只是整体失业人口的一部分 有网友说 长国所谓的改革开放 深圳就是一个缩影 今天深圳的衰败就是明日长国必然的结局 2024届中国大学毕业生现在正在走出校园 而毕业职失业的情况在全国各地比比街市 根据官方数据 2024年中国高校毕业生达到1179万 再次创下了历史新高 根据自联小平平台近期发布的 2024年大学生就业力调言报告 2024届高校毕业生当中一半以上工作都没有着落 中国各级政府部门除了鼓励大学毕业生到基层就业 都多次强调开发新的岗位 课言助理就是中国官方缓解就业压力开发出来的一个岗位 不过广东一省高校某二级学院副书记就和美国之音记者说 大学没办法跟企业比 不少大学今年实际上已经停了科研助理岗位 主要是谁出钱的问题很难搞 一般散述院校根本没实力拿钱出来给学生 而且大多数本类毕业的毕业生都说不想有科研能力 最后都只是会做些列印文件查阅资料 联络开会这样的集业 然后要老师拿课题经费给学生出人工 你觉得可能吗 广州龙眼洞一间高校老师和记者说 老师常常吹着毕业生找东西做 有些学生感觉有点烦 同时都体谅老师的不容易 有些学生就自己写个证明表示找到东西做了 这样的情况也是有的 特别是考公务员、考研的学生 自己写个证明或者找个考试辅导机构写个证明 再登记成为自由之业者 有数据上去看 这样就算就业了 去年7月份 北京大学教授将单单统计 中国青年实际失业率高达46.5% 青年失业率居高不下 重庆近日首次将成批大学毕业生跨国输出到中东就业 据重庆日报报导 重庆市今年首次推动成批大学毕业生跨国就业 来自8间重庆市及四川省大学院校的70多位应届毕业生 在重庆国企介绍下前往中东的亚马武功 亚马企业提供的职位主要是技术和储备幹部 提供食宿 月薪在1.2万元到1.8万元之间 每年出14个月的人工 而且每年有两张免费的来会机票 70多位前往亚马就业的大学生 分别来自重庆师范大学 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学院等8间学校 以化工科系为主 电气之东花和英文科系为副 就业满两年之后可以选择续药 一网友认为 中东就是一个火药库 去那边有电乱的风险 目前哈以冲突的战火仍然在蔓延 尽管战场来亚马仍有些距离 但是有消息显示 中共有意在亚马兴建官市设施 扩张强中东的影响力 中东战争一旦扩大 亚马恐怕都会卷入其中 中文字幕提供 中共当局2015年在福建平潭 設立了所谓的台湾小镇统战 以补贴和退税等优惠措施 吸引台湾青年去当地创业 甚至还可以拿到当地的户口 当局显然是想用这个办法 吸纳台湾的资金、人财 借此提振大陆的经济 平潭并不是一个景点 中共当局之所以在平潭建立了台湾小镇 台湾总体经济学家 吴嘉隆表示 是因为北京当初有一个海底铁路 公路交通路线 从平潭接到台湾伸足 当年号称北京直达台北的交通路线 海底隧道起点就是平潭 平潭本身并没有什么建设 连旅游业都没有 然而近日有网友走访平潭 看到街道上几乎空无一人 店铺都是关闭的 只剩下几家店还在营业 看来中国政府的计划又要落空了 有网友留言说 如果北京真的对台湾示好 就应该直接把部署在福建的一千多枚导弹撤走 也有网友说 中国政府在香港搞的一国两制都已经破产了 北京的信用都没有了 台湾人又不傻 谁还会相信北京呢? 随着生产成本的上升 贸易紧张和地缘政治风险 很多台商转往越南、印度等地方建厂 去年台商对中国投资下降了40% 对福建的投资更是暴跌80% 商商创下了22年来最低水准 这几年台湾富商国台名创办的富士康也把目光锁定在印度、越南 不断加码对印度和越南的投资 去年8月,富士康计划投资6亿美金 在印度加拿塔克邦设立两个工厂 去年12月,富士康表示 将在16亿美金基础上再投资至少10亿美金 今年6月,富士康花费大约3.83亿美金 在越南北陵落地投资行目 7月又有消息传出 富士康将投资5.51亿美金 在越南建立两个新的项目 根据摩根大通分析,预计到明年 苹果在印度生产开封将占据全球总产能的25% 展露出富士康希望将印度打造成为 第二大苹果製造基地的决心 富士康调整布局 撤退的口号刚刚吹响 河南的进出口就遭遇到严重滑波 今年第一季度,河南省手机出口数量 同比大幅下降61% 出口金额同比下降62% 对其影响最大的,正是富士康 根据海关此前披露的数据 富士康一季度进出口额 减少了487亿 而河南省全省的外贸 减少了484亿 也就是说,富士康凭借一己之力 将河南省的外贸数据拉成负数 一位网友这样形容富士康 一个企业轻旺了一座城市 根据北沿传统计 截至今年5月,富士康累计为河南提供了350多万个工作崗位 就拿富士康城州科技园来说 他的员工人数一度高达40万人左右 河南政府急了,外贸不可以倒 就业必须要找,不可以让富士康走路 7月22日,河南和富士康在城州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 富士康宣布,在城州投资10亿元建设新事业总部大楼 富士康将在城州航空港区重点布局 电动车市制中心与固态电池行目 进一步推动电动车产业的发展 很多大陆网友认为 目前国内的电动车产能过剩 富士康也来就热闹,会有前景吗? 小阿三博主在抖音发视频说 富士康回来是投资新能源的 和苹果产业没有任何关系 富士康搬走了3000亿的产能 拿10亿来投资新的能源 他感叹地说道,走了一头牛 带回来一只鸡 随着外资公司离开中国 中国经济放缓 越来越多的年轻白领失去了工作 不得不做体力的工作 去年一支视频在网上火爆 985碎士送外卖的话题 一夜之间成为了大家竞商讨论的热点 四川大学碎士高材生陈涛 以前是一名记者 现在成为了一个送外卖的小哥 找工作到处碰壁 投出了上千份简历都石沉大海 陈涛25岁那年 从四川大学哲学系碎士毕业 来到了北京从事媒体工作 他说,自己年轻棄成的时候 以为能做出一番事业 如今失业半年还未找到工作 他发怒骚地说道,年龄过了35岁之后 不要轻易移换工作 不论男女,找工作都是无人民尊的 35岁真是一道坎 陈涛曾经在北京 中国新闻周刊 广州南方周末做记者 2019年 他决定自己出来做 和人家合伙成立了一家小公司 由于公司的效益不佳 2022年 陈涛离开了公司 开始零谋出路 他听说到处缺外卖员 于是租了一架电动车 开始送外卖 同时 他一直在投简历 但始终都没有找到心水的工作 其实陈涛并不排斥做外卖员这份工作 但到了去年3月 随着外卖騎手不断涌入 订单一出来就被抢走了 他连续四五个小时都接不到单 他这个时候才意识到 原来送外卖这个行业 也是禁卷的 去年3月26日 陈涛发布了一支影片 崩溃地訴说 自己是四川大学哲学系碩士 很多人说我没有放下身段 其实我已经很配合了 我甚至还去应聘实习生 就是那种2000元的实习生崗位 也没有应聘上 反正我最近差不多快要崩溃了 随着经济的下滑 外卖的订单减少 但是外卖员却在暴增 中国外卖平台美团 发布的报告显示 2022年有超过624万外卖员 在美团工作 比上一年多出了近100万人 另一个平台 外卖员的数量超过200万 同年12月 外卖员注册量创新高 单日最高新增大约2万人 在上海做外卖员的陈涛 身边就有两名大学生去送外卖 其中一人是研究生毕业后 做了程序员 陈涛告诉记者 这位研究生被一家网站裁员 因为要还贷款 还要准备小孩的奶粉钱 不得不去送外卖 他的爸爸妈妈都没钱 他没资格肯老 没资格的话就要工作 网上热传 本科从业率达30% 网友嘲讽地说到 外卖行业和知识物集营产业差不多了 除了外卖订单数量减少 外卖员的配送费 補贴也在下降 導致外卖员的整体收入预减 陈涛在上海也碰到了配送费降低的情况 如果下雨下雪 钱就会多一些 他告诉记者 以前用户点一份外卖大约是30多元 现在只是点20多元 甚至10多元的东西 大家都不舍得买贵的 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经济下滑 6月7日至8日 是中国大陆一年一度的高考时间 一位蛾了魔的外卖员 去年在学子高考之时 自拍视频向大家问好 他说 我是梁澹丁本科毕业于吉林大学法学院 这是我的本科毕业证 吉林大学学士学位证书 学士学位证书吉林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石舌研究生毕业证书 中国人民大学石舌研究生毕业证书 这是我的司法考试执业资格证 他说 自己现在在蛾了魔做兼职的外卖员 希望这条视频 不会对各位家长产生误导 我身边的同学都非常优秀 事业非常成功 祝贺广大的高考学子 金榜提名 奇开得胜 去年2月 一篇题为 逃离大厂的深圳设计女生 成为了寵物美容师的帖子 在网上广位流传 90后的乐乐 自称是学了20年美术 毕业于名校 在独角兽创业公司 和头部大厂做过 但是高强度 无此境的加班 让他身心疲憊 有日加班到凌晨6点 我感觉自己是飘回去的 那段日子 到家就洗澡睡觉 没有精力做任何的事 没有朋友 也没有对象 后来他找到了一份 寵物美容师的工作 他说工作的感受就是 真是超级开心 送走了小可爱 打扫完维生后 就可以回家 不用像以前那样 乐乐还要担心任何工作上的事情 乐乐真正所面临的问题 可能不在于高强度的工作 而是在于大陆经济前景暗淡 看不到希望的恐慌 另一名女网友也同样感到 在办公室上班非常累 身心疲憊 总是觉得好像不能融入这个社会 他说 当他和他妈妈说起很累的时候 他的妈妈好像不能理解他 和他说 你坐在办公室里面 比那些流水线上的工人幸福多了 他说 我在办公室里面 面临着很多精神来号 要将精力投入在那些复杂的 和人沟通 和人打交道上 有时候我也不能理解 为什么人需要八面玲珑呢 为什么需要长袖善武呢 我觉得我已经很努力地去融入这个社会了 但是好像还愿意不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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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